腔腔三远行 咱们把文学界的红男黑女都请来了 刘新吴老师这是大作家了 还有崔曼丽也是现在当红的作家 新锐作家 但是共同把我们连接起来的还是红楼梦 您说这个红楼梦 他跟中华民族的灵魂 怎么就这么样的深 我在外国文学当中 还真是像那天刘老师讲的 反正我是见识浅薄 我没有见过类似的人物 你比如咱外国 咱知道有什么唐吉克德 这也算是一种 唐皇也算是一种类型的 但是你看贾宝玉 咱们那天就讲到义银 他这样的一个人物 而且老实讲 我觉得好像中国人 跟贾宝玉 因为你是女的 我又觉得至少有 毫无疑问 或者说一少部分中国人 跟贾宝玉 实际是很心有戚戚焉的 而且他类似的这种爱好 我在生活里也见到过 就这种 你比如说存不存在这样一种人 他实际上是什么 这些喜欢女孩 女孩的去一个美的 实际是喜欢一个美的世界 而与此相对的 你某种价值观上来讲 他甚至可能 你能说他有点厌世 他有点厌倦 主流的这一套 就是说 比如说咱们某种程度上 也有某种价值观 比如连战争都分正义和非正义的 对吧 但是是不是也有一个角落里的人 他觉得你们整个的这一套 功名 什么胜败 就像在三国演义里讲 是非成败 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 极度夕阳红 就这些个东西 我都我勒个去 就是都跟我 说太好了 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留下一个女儿性 这是我活在世界上的意义 刚才你说这个 我想起了一个 已故的一个美学家 你们还记得他名字吗 叫何其芳 诗人 你听说过吗 大诗人 何其芳 听说过 他太小 可能不知道了 对 那是著名诗人 他也是《红楼梦》的专家 对 他写过一本《红楼梦》 他提出一个观点 跟你刚才说这个 你是偷他的观点 还是你自己 我瞎琢磨 他们俩公包和合 不定从哪看来的 公包和合 他叫做典型共鸣说 说宝玉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典型 就是很多中国的人 不单是青年男子 包括一些老头 都有这种情怀 他喜欢女孩子 而女孩子也都喜欢他 对 我老师好像小时候在班里 就这 因此宝玉就成了一种共鸣 就是我们生活当中说 这真是个贾宝玉 你可真贾宝玉 他成了一个驸马了 他有这么一观点 没错 跟你刚才说的一模一样 这女的有点眼神 这是什么意思 对 因为你们俩在这说的时候 说贾宝玉很好 天下男人跟贾宝玉都有共鸣 我怎么没觉得 有共鸣 不是 我替他说 对你说说 对 我觉得 他觉得生活当中 他没碰着真正的贾宝玉 不是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 我不是说生活当中 没有遇到贾宝玉 当然我们说生活当中 肯定有这样的人 但是我觉得在 你说的 今天我们看到的 现实社会当中 有贾宝玉 真正能够理解到 贾宝玉 情怀的 并且以刚才刘老师解释的 说体贴二字 对待女性的 我认为非常少 而且现在大部分都很好 表面上还学西方 帮女孩开个门 端个凳子 但是都不是骨子里的 真正的 因为叫Double 绅士 但是它不是骨子里的一种体贴 所以我觉得虽然 男人们跟贾宝玉很有共鸣 但是达到贾宝玉境界的 少之又少 在今天这个社会 就越发的少 你说的 其实我就觉得 真的现代社会 这个人心 包括这个男人 为什么是脏男人 就情感变得越来越糙 越来越脏不饥饥的 确实是有这个问题 多数接近薛盘 接近贾宝玉 没错 交代是吧 接近这些人 你看本来 你知道中国文化当中 有这么一脉 这是多么精致的情感 你像咱们还记得 就说这个是刘勇 有这么一个词 叫人把扶名 换了浅着低畅 你看这种价值观 就你们求名求利 你们什么什么什么 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 可是对我来说 也许还不如跟我一个 红颜知己 在一起 吟师作父 对 是吧 这么一种精致的美感 说得太对了 过失忆的生活 这是您的概念 就说失忆的生活 由着自己信子活 而不受这个就是 礼法各方面的约束 但有一点 我觉得要搞清楚 就宝玉 你看他反那个 国贼入赌 反那个就是 四处五金那套 求公民 那一套东西 但是宝玉 他对这个家庭伦理当中的 这种 伦常 这个东西 他是接受的 而他自得其乐 所以有个细节 就是贾府 请元宵 元宵 贾真是组长了 贾真是一个组长 也是他堂哥了 就带头敬酒 贾真给贾母敬酒的时候 因为他是组长 同时他又是 这一辈当中年龄最大的 所以说贾连 什么这些都跟着都跪下 宝玉他也去跪下 史上一就笑他了 说你跪什么 因为他有特权 贾母老太太喜欢他 他怎么着都行 对 可是这个时候 宝玉他诚心诚意 他觉得要跟着跪下 因为这是 那个家庭的 伦娼秩序当中 最美好的一面 最美好的一瞬 所以胡乱贴标 叫说宝玉就是反封建 好像建的什么反封 他不是这样的 他有选择的 这也是值得细读 前八回的一个提示 而且刘老师刚才这个说 就是我说宝玉 他是个把老太太都骗过的人 就好像他在一个 好和不好的边缘 你说他不求功名 他又很聪明伶俐 然后又能文能言 然后会写词对诗 然后你说他好像 对这个封建礼教 充满了不屑 因为他在一些场合下 又应对自如 所以我就说 恰恰这个人物 曹野薰塑造的好 就在这个地方 就是他不是一个 就是我们说 怎么说 一个便宜的塑造的手法 而因为他反对什么 所以他好像表现出 那个反对面的 对立面 应该表现出什么 他贾宝玉的灵性和性情 就你看似极端 他又处在一个不极端的状态 他既是一个 这个丰满的艺术形象 使你觉得生活中 就很难存在这么一个生命 是 同时呢 又让你觉得呢 他很真实 这是非常 这个拿捏这个东西 是非常难的 而且呢 我觉得这个啊 也是真的是一种 对人生的思考 你想像这个曹雪芹这个人 这一辈 他这是一辈子血泪 写成这么一部书啊 对吧 这里边凝聚了他的家族 这种喜怒哀乐 悲欢离合 一个家原来那么富贵 那么样的这个生活 突然到最后 一下子又变成那样的寒苦 他的这种体会啊 但是你看啊 他这种体会到最后变成什么 我记得我是听这个 中国有个诗人叫顾成 生前他跟人聊天 他对这个《红楼梦》 有一种理解 他说你看啊 他说你看中国人 一般来说没什么宗教 但是中国人遵一种东西叫女儿性 所以他认为女儿性啊 你不能把家宝理解成就是女孩子 喜欢女孩子那么简单 他认为我看顾成的意思说的 就有点类似于佛性 长清静 那么一种说法 他这个思路很好 说是女儿性代表清静 我叙述最后啊 我点出来 其实曹云陈他呢 曹云陈他是毁僧 邦道的 对 他里面那个提到 他当时先界的那个和尚 那个道士 他是肯定的 公共道人肯定的 一道俗士 你看那个马道婆 对 还有就是说 比如说那个 安里面那个老尼来了以后 要把那个方官什么骗走 你看他的造句 他们去说懂王夫人说 这当然都是玩嘴 这个就是什么 劫散员这种话 对 但王夫人听了两个骗子的话 觉得大有道理 王夫人听了两个拐子的话 觉得大有道理 就是他的行文 他是否定这个俗士当中 这些信仰的 那么曹云陈 他是不是他不要信仰 对 他的信仰 他想创立秦教 情 情 他想创立秦教 那这个秦教 有什么根据或价值呢 他就是 在当时那个时代 那个一个 中国这个就是 封建统治最黑暗的时期 你要原谅他 就是说他没有完全 把他彻底想清楚 但他这个思路非常可贵 什么意思 就当时那个社会 它是公立社会 试图经济 这个科举扬明 还有就是荣华富贵 他这个是弊气的 那么他想树立一个 什么至高无上的一个价值 就是情 人的真实的感情 他要把这个东西 树起来 对 我听到老师说这个 爱情教 爱情教 情教 老师说这个 他刚才说 在那个时代的一些特点 我觉得跟今天的这个社会 经济 政治 然后大家都要求一份生存 其实有某种相似之处 然后很有意思的是 在那个时代产生了红楼梦 而今天这个时代 你看按照道理的话 好像应该是像三国 孙子兵法 应该很热 因为这些都是讲这个战争 讲怎么去真名夺利 是很弱 现在机场 那个书店 你看都卖什么书呢 全是这一套 但是你在网络上看 红楼梦一直是常热不衰 他能给人这个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一个慰藉 你比如说我那个 讲座里面有一段 比较受欢迎 就讲了给贾银春 贾银春一般很少有人注意他 但是这个曹有勤在 那个写螃蟹诗 写菊花诗 那一回里面呢 给贾银春了一个特写 就是银春独在花音下 用花针穿玻璃花 一个脆弱的生命 天女当中 他没有任何竞争力的 他在那个富贵家族里面 他是一个弱势存在 在组的阶层他很弱势的 但是在那一瞬 他用花针细心的穿玻璃花 体现了全部的生命的尊严 那我讲说联系现在职场 白领女性 有的白领女性就说了 说不知道你这个上班怎么样 你可能不用 有的一进那个大的职场 就是很多很多那个叫 就是那个一个 一格一格的 办公那室的格 一看可能是1000平米 他没有柱子的 我们公司也这样 一格一格的 一进去我就觉得 就是一个个都是 都是很强悍的 都是音乐很好 业务也很熟 公关能力很强 就觉得自己非常弱势 有一个白领女孩 我就说你赌这个银村 能获得威胁 独在花音下 用花针穿玻璃花 他后来一下眼泪就出来了 我就觉得 如果你赌前八二回 能赌到这个份上 你就真有收获了 有这个感情的这个细致 腔腔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您刚才讲这个情教这个概念 对我印象很深 我记得好像是这个冯梦龙 就是明朝的吧 应该是 他专门写过一个情史 开始讲 说实际上就说 这个情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真情 而且你看 其实说中国文化当中信什么 中国人除了那种儒家的那一套之外 还信一个东西 叫真性情 咱们平常朋友们在一起 说谁真性情出来了 性情中人 性情中人 这个性情当中有一种纯净 但是呢问题在于 我也想入这个情教吧 可是呢 也有跟红路贾宝玉 同样的这个问题 生存 你看过去也有人说 是贾宝玉 他不用干活 他不用挣钱 也就是说 这种东西 就像您说的 失忆的生活方式 是不是注定也是一种 现实人生的悲剧存在 对 就是要子子不倦的去追求 但是可能永远呢 不能完全追悼 这是我们这个人生之旅当中 一个最大的悲哀 也是红楼梦 他永恒的魅力 因为一百年以后 还会 人们还会觉得 现实当中对他 有很多是压迫 很多的困扰 很多的这个困惑 那么读红楼梦 他还能得到心灵慰藉 总算有一个前辈的一个作家 为我们写了下这样的一个文本 提供这样的形象 让我们去向往 向往的话 就是等于每天 我们都要弄脏自己 然后每天我们淋浴说很愉快 我觉得 红楼梦就是咱们的一个梦遇 对 他还有这个性情 在这个传统的 或者我们听到的很多故事当中 他有很多层次 比如讲 这个血液渡浆 是一个性情 就是那个诗说心语 说我去看朋友 下着大雪 然后渡浆 我到了 过了那个浆 虽然没见到那个朋友 我性尽了 性质有了 我性尽而返 对吧 这是一种性情 记扎挂件 也是一个性情 吴公子记扎 进州官礼 然后路上 人家说你这个件很好 他说我可以送给你 然后他官礼回来之后 人 答应给件的这个人 去世了 记扎把这个件 挂在这个人的坟头树上 然后就走了 我觉得 这都是一种性质生 做人的格的一种美 这个你看 贾宝玉《红楼梦》里边 这个书里边 还特别提到 注意到是第几回 是棱子星的 还是跟谁聊 就讲 你看是讲这个倪赞 就咱们这个中国古代的这个画家 他讲一些一种人 就说你看历史上 有这么一种 他叫机灵人 还是叫什么人 正邪二气 对 您讲 就是贾雨春和那个棱子星 对 两个对话 他就谈了一种 是要秉正邪二气之人 就世界上有正气 有邪气 两个气相撞的时候 正好那气就荡到 他灵魂里面去了 这个人就秉正邪二气 他就说出一种 就是社会边缘人 就是主流吧 主流有两种了 你看这书里面有 就虎四相争 有一派 比如说据我的分析 是月派 日派 但是还有犹虑于这之外的 而且他说这意思是什么 这个心灵的边缘人 比如说这种人 是吧 秉正邪二气而生 如果做皇帝 这种人就是李后主 对吗 如果做明事 这种人就是 对 就是宋徽宗 但是他是这样 就是我觉得他是人 他是一种选择 就是你比如像李后主也好 宋徽宗也好 都是大才 包括他对贾宝玉也是评价 说这种人 他不是不愿意做 他是不屑做 他真的如果愿意去做 面对社会上这些 他用一分心 就够别人用十分心 这个其实为什么说 他特别 他让我们知道 世界上还另有价值 除了我们司空见惯的 那些个成功模式 那些个价值之外 另有价值 前八十五 你这个段比威拉斯 真是欣赏的比较透彻 从您这儿学的 咱们聊出点真性情来 但是说到这个真的 刘老师 当然在咱们这个千古以来 人们都在琢磨这个事 曹雪芹这个人和他的家族 他这本书是不是写他的家史 当然是 因为他一开始就告诉你 叫做他是 曾是尹 假语存 所以他是一个很奇怪的文本 全球是独创的 就你说他是写家史 又不是 他把他小说化了 对 他有很多的虚构 他把真实的材料 有很多的改造 又重新组合 所以他叫做真是尹 但是世界上所有虚构小说 不都是有素材 不都是真是尹吗 不 他还要假语存 他在小说文本里面 他故意要透露出很多真实的信息 如果这要真 您的意思 就是他这个里边甚至隐藏着 就您著名的那个所谓秦学观点 秦可卿是康熙之后废太子的女儿 所有这些转述 都省略了一个中间过渡语 他的艺术原型是 艺术原型 你看我的叙述里面 有清朝字样吗 有废太子字样吗 有印人字样吗 有印人之旅的字样吗 完全没有 但是都是说 这个贾宝玉等于说 这部书里面是由真实原型所本的 对 这个秦可卿 因为是我独家观点 就是在这不细说 咱们有一个读小说当中 所有人都会有感觉 就是说小说里面 他是小说家言 他写《红楼梦》 荣国府 荣国府中州县是荣喜堂 辅主住的地方 是吧 那么贾母有两个儿子 是不是应该大儿子来住呢 他不是 他是贾政 贾政是二儿子 贾社住在这个荣国府外头 一个小院子里头 小说里面贾社是西绝的 是伊顿将军 对 贾政西绝了吗 没有西绝 那就是为什么 从小说 从虚构来说 这是不合理的 你写一个封建 大家不可以这样写的 就因为在真实的 吵家的历史当中 按原型来说 贾母这个原型 他亲儿的死光了 他过继这个儿子 来做自己的儿子 就是小说里面 这个贾政 咱们说都是原型 原型 是吧 但是这个贾政 有一亲哥哥 没有一块过去 给这个贾母的原型 他又为了写小说方便 他把他合并同类像 说成是贾母的大儿子 所以这个文本很古怪 对不对 如果说秦学是我独家的 你可不认同的话 那我现在说着这个 你得认同 你写小说有这么写的吗 虚构的话 不能这么虚构 就是他既要虚构 他又要故意 把他们家的这个情况 记录下来 那你说他到后来 就是人家就说 曹雪芹这个人 这是不得了的一个人 按说像贾宝玉一样 这个贵公子 他对贵族生活 是比较了解 可是到后来 你看他最后写这个《红楼梦》 简直是社会上 这个各行各业 五行八作 什么人说什么话 什么人嘴里说的 都是这种人 该说出来的话 他这个这种社会的了解 是 他是因为他的家族 彻底崩溃了 这个曹家到了 这个曹爱琴董事的时候 就已经完全彻底的 被雍正了 给曹家治罪 而且到了乾隆时代 又遭受更大一次打击 所以最后荒谬到什么地步 就是这么一个大家族 咱们先不说他的原祖 你就说曹爱琴的祖父曹寅 那是康熙的发小 两人好的要命 这么一个家族后代 最后连祖谱都没存下来 到现在考据曹爱琴的身世 就成为一个困难 好多家族经过很多社会震荡 都留下了自己的家谱啊 怎么曹家就没有呢 就是败落的太厉害了 对 还有闻到你刚才说这个问题 说为什么曹雨琴能够塑造 这么多鲜活的人物 从我们讲这个贵族到平民啊 甚至每个人说出来的话 都那么精确 就是你想我们自古 从古至今有多少个王朝 然后在这个王朝当中 有多少个家族 兴起败落 而唯有出了一本《红楼梦》 所以我们尽管要去追寻 曹雨琴的家史 曹雨琴个人经历 我们不得不承认 曹雨琴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他的这个艺术的创造才能 是个天才 是个天才 没错 这个感受力 他得有多么丰富的这个感受力 而且这个人呢 咱老是说 咱从这个人个人的心情上来讲 我觉得也是让我们要流泪啊 就是他 你想他 他这个脑子里这个回忆啊 记得的全是细节啊 这家伙 从他书里你就看得出来啊 往日生活的这么多细节 他一辈子就抱着这个 他自己也是泪尽 而是死于贫寒之中 对对对 哎呦 是这样 所以他其实用他自己的创造 他真是没看到今天的辉煌 所以有人恭喜我 说你看 他会认为今天辉煌吗 曹雪芹那个死那么多年 什么好事没想到 接着想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文金 节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